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动起来了。 肖战同款煽动被挤得水泄不通,难得他们有如此闲情。 肖战粉丝追星主打一个不舒服怎么来。 肖战推荐好吃的了,肖战粉丝哪怕坐飞机都要赶到当地尝一尝肖战同款。 肖战有心带淫了,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,总归粉丝们都能够使用到,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递下单。 肖战今天穿了一件特别帅气的衣服,粉丝们一看价格还不算贵。 于是压根不管这件衣服的尺寸是有几个X,激情下单拥有肖战同款。 可以说,但凡是肖战做的事情,粉丝们都要去做一遍。 优秀的肖战粉丝甚至可以在肖战的生日送上粉丝们的自制应援歌曲,肖战是歌手,粉丝们也是。 然而,当肖战发布自己在健身房健身,在户外跑步,练习举重,一系列能够增强体质的举措时。 他的粉丝们可就集体不说话了,再也没有人想要get肖战同款,也没有人去跟着肖战一起锻炼身体。 主打一个佛系追星,可以花钱,可以给爱,可以买单,但是不好意思,想让我动起来,不可能。 所以当肖战生日时发布自己在北京的爬山图时,网友们也没觉得肖战粉丝会真的前去打卡。 毕竟爬山还挺累的,这种不必要的运动量,着实是没有必要增加。 然而,这次肖战粉丝们可是支愣起来了,有些路人在前往肖战所在打卡山洞时, 发现该山洞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,疑问,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是因为肖战来过。 所以才有如此多的粉丝们进行一个打卡。 肖战发布的这个山洞是北京一个小众都算不上的京郊公园, 也就是说,如果没有肖战来过这里,那么这个山洞绝对是无人问津的存在, 就算是有也是偶尔的路人徒步来子,根本没有观赏的价值。 然而这一次,这个山洞却因为肖战的存在而使自己门可罗雀,也许在不久的将来。 这个山洞也会因为游客过多而被好好的保护起来, 作为肖战打卡过的地方而被重点标注。 谁都没有想到,一向被揽不爱动的肖战粉丝, 这一次竟然会真的前往肖战打卡过的山洞游玩。 不过对比跑步机跑步,在健身房里做俯卧撑, 爬爬山还是别有一番风景的。 至少可以在上山的图中看一看肖战眼中看过的山景, 也可以当作是与肖战一同上山。 也难得是肖战粉丝们又如此一番闲情抑制了, 一大早上起床跑步是不可能的。 爬爬山还是有商量的空间。 从这里也能够看出肖战粉丝们不是不爱动。 只是不喜欢无意义的机械重复运动, 所以这里可以喊话肖战, 以后多发一些在户外的有趣运动。 毕竟他的代言中确实是有很多吃喝类的代言, 不少粉丝都因为开小灶, 倾倒啤酒, reel鸡尾酒, 溜溜眉, 而长胖, 来些运动还是很不错的。 只不过Gate肖战同款虽好,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, 毕竟那里其实算得上还未开发。 没有正经的安保人员进行守护, 粉丝们在去爬山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些啊。